大家好 第三隻眼睛大利漢世界 被稱為原商導師的馬來西亞拿督鄭博健 曾準確預言了2020年新冠病毒大爆發 3月21日他又上載了一段影片 為防止敏感詞過濾 後面我們就用一個敏感詞作為代替 稱為V秒 這個大家都心知肚明了 鄭博健上傳了一個名為 人類自我毀滅V秒指示前奏的影片 獲得網友高度評價 網友稱讚是一個中肯智慧的勸告 更感謝鄭博健的預警 傳播善技力量 鄭博健說 如果病毒是武器 那V秒就是分裂世界最強的核彈 V秒到底是解藥還是毒藥? 再難即將來臨 希望行惡者自求多福 鄭博健說 自從新冠肺炎在全球爆發以來 全人類依然戰戰兢兢地在這種身上太下 爭脊求全 這樣V秒的推出 究竟是希望還是隱患? 變種病毒會不會是挑戰? V秒的背後又是否隱藏著陰謀? 他說 直至3月14日 新冠肺炎造成全球死亡人數高達264萬人 縱使V秒已經開發並持續接種 世界依然面對著每天約有1萬宗的新增死亡病例 由此可見疫情仍處於嚴峻的狀態 世界衛生組織日前表示 隨著V秒接種增加 以及北半球開始回暖 基本公共衛生的設施已經奏效 即使出現變種病毒毒株 全球新冠肺炎新增病例已經一度減少了16% 但是未來幾個月的疫情發展將會極為關鍵 尤其是擔心病毒的突變 可能會扭轉下跌的趨勢 鄭博健說 V秒是預防病毒的一個方式 他說簡單解釋的話 就是人體接種了V秒之後 V秒會激發免疫細胞製造抗體 此外 人類抗體還會衍生出免疫記憶 當再接觸到同一種病毒的時候 就會迅速將它消滅 截至現在 全球已經有3億人接種了新冠V秒 佔種人口的3.8% 是全球確診病例的2.5倍 西偉表示 全球至少要有70%人接種V秒 才能達到群體免疫 據報導 接種人數排前5名的國家是美國、中國、英國、印度和巴西 達到全球接種人口的60% 在人口接種比例來看 以色列排行世界第一 佔97%的人口 目前接獲接種V秒共有3大種類 第一種是最傳統的滅活V秒 相比之下 這個研發技術最為成熟 滅活V秒就是將病毒進行滅活 同時保留病毒的免疫原性 令到接種V秒的人產生抗體 鄭博健表示 3月開始 疫情雖然已經暫時緩和下來 或者大家會認為 大規模的V秒接種已經臭後 但他再次提醒大家 疫情仍未結束 他說 今年的運勢是山火焚掛 這個掛象告訴我們 不要被眼前的假象誤導 所見未為真 不宜鬆懈 我們注定還要度過另一個不平凡的一年 他預測說 疫情一直到明年2月後 才會慢慢見到曙光 而且今年疫情還會有再度爆發的可能性 尤其在今年的年尾到明年的年初 更加會有翻天覆地的變化 鄭博健說 今年4月到6月份 將會是大喜大樂的月份 已經很快解決的事情 將會落空 世界看來好像恢復了元氣 很多行業開始復甦 經濟和生活慢慢重回正軌 但會有突如其來的事情發生 令人們的希望破滅 所以懇請全人類 一定要防備這個突發性的時段 他認為微苗的角色已經不再是公共衛生和醫療問題 反而成為了解決民生療導 社會動盪 國家經濟 區域平衡等問題的方法 而且微苗已經令人類基本生存因素受到挑戰 根據統計 所有微苗在今年的生產總量 不到全球人口的一半 由此可見 即將爆發新一輪的世界戰爭 不再是貿易戰 不再是5G科技戰 也不再是資源戰 而是微苗爭奪戰 目前這個可以控制人類未來命運的微苗鎖匙 鄭博健推測 微苗戰爭已經是暗流湧動 隨時一觸即發 這種現象可以追溯到殖民時代的兩極化 以前通過武力 現在就通過微苗 達到新殖民主義 世界在未來幾年 或者會分為逆區和綠色區 擁有微苗的國家 會壟斷和控制微苗的輸出量 對需要微苗的國家 進而控制該國的資源 經濟板塊和國家利益 這種背後的陰謀絕對可惡 應該受到譴責和討伐 鄭博健還說 今年的榴槤八字 是呈現了多重的暗合力量 意思就是有更多人 派系或國家會暗中合作 暗渡陳倉 輸送利益 背叛和欺騙將會層出不窮 由於製造微苗需要數百種原料 世界性大規模的加速生產微苗 已經令供應鏈面對嚴重問題 鄭博健說 紛爭會不斷發生 令疫情雪上加傷 其實我們還未知道 有效的微苗何時可研發成功 何時可公平分法 抗體是否足夠抵抗病毒 日後會否失效 會否有更嚴重的副作用 很多決定微苗接種策略的問題 尚未得到解答 今次 人類本身徹徹底底的做了白老鼠 在病毒的傷害和微苗可能發生的副作用之間 做出一個抉擇 這個抉擇是痛苦的 但我們已經沒有選擇權 一個科技發達的現代世界 竟然抵抗不了一個病毒 文明的脆弱已經展露無遺 人類依然活在弱肉強食的世界裡 世界是鬥爭場 我們就是在做困獸鬥 同時 人類親手毀了自然界 毀了其他生物鏈 毀了生態系統的平衡 因此災難即將來臨 鄭博健也衷心希望 行惡者折求多福 無論任何宗教 懇請大家 相信你心目中的神 多聆聽內心的聲音 祂會糾正你 人類需要走回正道 方可得救 鄭博健強調說 我沒有反對接種VMU 但我很擔心 過於闖綴所帶來的後果 我們沒有足夠幾年的時間 去完成臨床試驗 亦對接種VMU之後的負面反應 一無所知 此外我相信 VMU製造國家為自私的政治議程和競爭 或者會對VMU的副作用和有效性 有所隱瞞 最後 拿督呼籲 各國能將自私利益和紛爭放下 面對這個屬於全球的病毒 齊心共同抗爭 分享完鄭博健的最新影片 我們再來回顧一下 阿南德在1月23日有關VMU的影片 阿南德對VMU的分析 和鄭博健的看法有很多相通之處 阿南德當時用土木相合的六個等級 對世界現狀和未來造出預測 阿南德說 2021年2月中 星球大遊行 會對2021年有更大的影響 由於螺旋體之間的交互作用 世界狀況會更差 可能欲視著VMU帶來的危害 和新病毒株的爆發 阿南德說 2021年會每放月下 但是2022年會好轉 阿南德提到這一點 和鄭博健的最新預測也相吻合 鄭博健預測 疫情一直到明年2月後 才會慢慢見到曙光 阿南德也提醒大家說 他認為VMU的研發時間太闖綴 他覺得 對世界來說 VMU將會是一個麻煩 而不是一個解決方案 阿南德說 VMU內有很多有毒的成分 神知道這些人在疫苗中加了些什麼 因此 大家就請增加自己的免疫力 這是非常重要的 阿南德還說 特別是針對那些參與製作這種VMU的人員 在產業鏈中銷售VMU的人 都會因為報應的原則受到嚴重的懲罰 因為因果循環是最基本的自然法則 阿南德認為VMU不是一個解決方案 也不是出路 他認為每個接種VMU的人 也會有相應的報應 阿南德認為 2021年11月後才會看到疫情 慢慢地好轉的跡象 到了2022年 我們才能看到減少病例的跡象 今天主要是介紹了 鄭博健和阿南德兩位預言師對VMU的看法 我們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第三隻眼睛大力向世界 今日節目分享到這裡 感謝大家的觀看 下期節目我們將會為大家帶來新的話題 感謝你的點讚、訂閱、分享 如果你有任何感想 歡迎向我們留言點評